周一2023年美国小姐冠军 诺埃里亚维特 Novella Ford 突然在Instagram上发了一份生命宣布 我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死去2023年美国小姐头衔 24岁的诺埃里亚给出的理由是心理健康运营 她在帖子里一喊地表示 我意识到这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震惊 一定不要损害你的身心健康 健康就是我们的财富 无数次感谢大家一直依赖坚定不移的支持 是时候书写下一篇章了 我希望大家能留下关注接下来发生的事 粉丝和网友们虽然有些惊讶 但也都理解她 为她做出的决定而骄傲 表示会继续支持她 但是很快就有眼见的网友发生侦探 在她的生命中发现玄机 前击举话的手指摸可以平常我被封扣了 I am silenced 我又觉得罗埃里亚的生命里有畅透师 如果彩彩说是 那很明显 封他扣的人应该是美国小姐比赛的阻止者 自2020年美国小姐比赛 经历了多次领导城该组织后 就有潜场塞在和观众 在 谁将媒体上吐槽爆料该机构 比如指控他们偏探某些选手 现在有了罗埃里亚生命中的新发现 网友们更不淡定了 纷纷怀疑她的赤字里有殷勤 友人分析说 我们需要仔细聆听 因为友人试图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事 我甚至无法想想她签了多少 合同和保密协议之类的东西 她把这个生命发出来 是为了让别人发现 其实最近宣布跟美国小姐脱离关系的 还不止罗埃里亚一个人 就在她辞职后两天 2023年美国青少年小姐冠军 我妈索菲亚斯里瓦斯桃 有们索菲亚斯大把也宣布 自取冠军头衔 她在生命中结实说 经过生死疏离 我决定辞职 因为我发现我来 国人价值观跟该机构的方向不符 在接受任务杂志采访时 17岁的乌马索菲亚表 是 这辞职绝不是我的第一选手 不行的是 我现在不能说太多 但我想说 这是一个经过生死疏离的决定 我很期待将来发生的事 而且不光比赛选手 该比赛阻止机构的一位管理层 工作人员也在这几天宣布辞职了 她叫Colodia Michel Colodia Michel 城市美国小姐比赛社交媒体中间 在乌尼亚斯之前几天宣布辞职 她在生命中说 这是她蒙昧以求的工作 但接着就突如了一些对这份工作的不慢 比如没有其他团队成员协助她 前两个月实在无形工作 而且美国小姐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会 在未经她这个中间的指导和批准之下 请逼一些人必删除一些评论 Colodia说 这是一个跟女性付权的主持 我发表这一声明 是希望在这一年中密实的冠军 头像悠悠者能恢复一些权利 由于没有签署任何合同和保密协议 我觉得我有资格说一说我看到的事 Colodia也撩了撩她对 上问中两位赤字选手的看法 与其中满是同情 她表示看到了Colodia的心理健康状况恶化 也看到我妈索菲亚和她的家人不被尊重 她们还被限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个人观点 我觉得现任观理层谈论她们的 方式不专业且不得替Colodia说 我否认有多的自唱风味和任何形式的霸凌行为 我相信她们的声音和故事应该被听到 而不是被敬验 很快就有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 这些赤字的女性曾经在职场有多压疑 两位冠军都是因赛事阻止者 得骚扰和拔令而赤字的 知情人说 两位冠军几个月了一直偷戴 戴此的网关 尽管一直处在优害的工作环境中 但颇与合同的压力 她们只能沉默地微笑 这种优度的氛围让人非常担忧 需要尽快观观该比赛的领导层 知情人表示 她们三人商量好了一起赤字 与恒又车略地安排了赤字的时间 由于机构的原因 她们现在不敢大声说话 她们不希望折对她们的未来 产生任何持久性的负面影响 知情人还投入 比赛阻止者的骚扰或自传霸凌行为 已经严重影响两位冠军的身心健康 知情人说 对罗尔利亚的 关力的细致程度能达到实际 且具有骚扰性 罗尔利亚因为比赛阻止者发的骚扰右键 每天都在注入真正的状态中心来 不能做这个不能做哪个把那片贴纸扇了 你不能跟任何人说 记住你签了保密协议 除非我们同意 你不能去这里 据说让罗尔利亚下定决心自制的刀火说是 塞斯主子在承诺给她提供一件工艺 让她住在曼哈顿或洛杉矶 但五个月过去后 他们却失言了 最后安排罗尔利亚住在了佛罗里大洲 因为年仅17岁的冠军 我妈索菲亚就更需要正确的引刀了 她的父母都很担心 最近拒绝让美国小姐机构主席跟她谈话 所有信件 必须经过她父母知情人说 她父母跟环球小姐诸子房见面 试图改变现状 但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也没有任何变化 而且据说塞斯主子在不让两位 冠军在美国小姐的英字爷面上发帖 不让他们自己发声 与此同时 该塞斯主席兼11岁的拉罗斯 拉罗斯会借他们的身份发帖 借他们说话 虽然说话不自由 但他们三人接连支持 起码击起了一些碎花 也算一种执救和精神吧 无论是拿了冠军的选手 还是重要工作人员 连这些能从比赛中活力的人 都开始看不惯该塞斯 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或者这种类型的选美比赛 在如今这个时代真的落误了 洛杉矶没够真的出品 你的支持是我们做出更好作品的动力 所以就直接看不出了 我们做出更好作品的带 我们做出更好作品的带